郭文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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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謝謝大家 歡迎我們這一次的出版記者會 我們做對一 我們這一次出版總共發冊的檔案 228相關的檔案 做一點會不會說 其實228事件相關的政府檔案的編集出版 現在回覆起來的話 可以分成三波 第一波就是因為我們當時候的政府委託了賴哲涵等幾位學者 要撰寫調查研究報告 而啟動了政府各自官也進行了檔案的清查與出版 當時候 因應這個調查研究報告書的撰寫 當時候的台灣省文獻文會 也就是今天的國書館台灣文獻館的前身 就率先出版了三策的228事件文獻記錄 當然這個紀錄當時候不完全是收入政府的檔案 還有不少是口述歷史甚至一些回憶錄 那接著因為這個調查研究報告的撰寫小組 他們的努力在政府各自官找到了不少的資料 那這些資料就後來由中央研究院的禁止所出版了六策 叫做228事件資料選集 同時當初的國書館也配合了政府清查相關的檔案提供研究 也由當時候我們的同仁胡文宏先生編輯了國書館長228檔案史料共三策 以上的這所有策可以說是當初因為政府開始要進一個做調查研究 撰寫調查報告的進一個副償點 2000年首度的政黨文獄之後 當初的研考會檔案局籌備處 也就是目前的國花會檔案管理局的全身 我們動員了二十幾位學者的協助 到各機關去清查228事件的相關檔案 看起來是今天在座的當初的 當初的就是這個參議那個調查 我們實地在當初的檔案局的同仁的率子之下 到各個機關 親自到各個機關去找檔案 找出來的檔案 後來也在國書館張連線館長的時代 把它給出版了 總共18策 當初的張館長非常積極努力的 這個加上我們同仁的努力 在八年其實 最後兩策是2008月初 其實前面六年間就出了16策 大致地把這個當初清查所得的檔案給出版了 兩千年以後 因為我們國家已經有了檔案法 也成立了檔案局 我國的檔案行政已經盡不上回到 檔案局這幾年來 持續地督促各政府機關整理檔案 抢傳檔案目錄 甚至徵集政治事件的相關檔案 已經有不少的聯繫 尤其今年 蔡總統承諾說在三年之內 這個要撰寫 轉型正義的報告書 而且也先是要努力地把這個檔案也找出來 所以檔案局也發動了清查徵集計畫 截至目前為止 檔案局所掌握的 228事件及政治案件的相關檔案 據說已經有13000案 那本館也隨著檔案整編作業的進展 又發現了一些228事件的相關檔案 這就是這一次我們出版的228事件檔案 會編的第19冊到第24冊 總共有6冊 我們在整個的形式上 從後面一直到裡面的形式 我們聯繫了張明憲館長的時代 所出版的第1冊到18冊 所以我們接續的下去 除了6冊就是第19到第24冊 另外國使館台灣無線管也分別從他所點藏的 台灣省行政長官公所的檔案權中 還有台灣聯繫公司的檔案權中裡面 找出了228事件的相關檔案 這就是這一次出版的我們的同仁 陳慧芳女士所編的 廣長228事件檔案 退編台灣聯繫 台灣省行政長官公所的檔測 那這一些到目前為止 政府出面整理出版的檔案的詳細的內容 因為我怕那個書類大概很類似 我怕大家會有一點討論 所以我們給大家一份資料 我用不同的顏色來表示 那是哪一波所出版的 然後裡面收入了哪一些檔案 那一些檔案是從哪裡來的 那今天我們很高興 這個國使館一方面繼承以前的工作 繼續做這個事情 我們也很高興我們的同仁知道 俄法事件是一個台灣歷史上重要的 必須努力層次面對的重大的事件 所以我們的同仁們在不到一年的時間裡面 趕緊這個努力 終於能夠在今年的這個22870周年的前夕 能夠出版這些東西 業主 でki jul大當中 進行地方 四面中 進行地方 對盆 進行日本 Quando手頂 進行其中